你知道朝鲜的男人有多幸福吗 朝鲜的男人找对象 除了要看颜值以外呢 还要考虑学历和家庭背景 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女孩子必须会颜值泡菜 还要勤快干净利索 会做家务 朝鲜女人不禁长得漂亮 而且协会 结婚后会包揽所有的家务劳动 而且他们的经济也很独立 除了家务外呢 在外面还要从事各种劳动 有的还会在工地打工 有的会摆摊卖货 而朝鲜的男人呢 家庭地位很高 不会做饭也不会做家务 回家之后几乎什么都不干 女人们回家后 要背着孩子洗衣做饭 总之朝鲜的女人 很少有闲着的时候 这可能和他们的传统有关吧 你羡慕朝鲜男人的生活吗 欢迎点赞评论